光复乡待会乡镇总质询第二天 政府主席以及乡代表们提出乡内的公共建设有限 使得三分之二的部落长者仍未能享受文件站的照顾 而另外农路灾修迟迟未见动工修复 以及台九县交通号制等不周全 严重影响人车进入村庄社区等议题提出质询 也建议乡公所协助向上及相关的单位反映进一步修正改善 七八月份台风大雨造成浓露灾害 至今却都没有动静 向代表吴辉明投现况照来质询 相关所表示都已经向上提报 目前等线政府核定后执行再修 这部分的话 他就这样 他就说会把他认识 因为他表现的他实际的部分 是正常有资政的朋友 真的很恐怖 我们把我还心 讲这得去做那么累 还要走这种路 真的会恐怖 为了不让光复乡成为交通地域之所 相代会政府主席廖一军 吴一真 相代表吴荣李 建议乡公所整顿全乡各设置的反光镜 还有台九县交通号制不周全 严重危及人车进出村落社区 共同咨询及胡乡公所能够重视 他那边往后顶不知道顶多久 还要看车子 车子速度不快 当你看到的时候 他已经在你那边了 对对对 所以说那边要真是一个走弯的镜头 因为他们在反应的时候 我想两位代表有开心 停在那边看一下 确实停在这边等车的时候 他的那个电厂手已经完全搬不住了 对象的来生完全也看不到了 面临人口少子化与高龄化的光复乡 在公共建筑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部落文件站仅有十亿站 仍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部落长者 都无法近站受到照顾 相代表郑万镇再度提出质询 光幕相待会第二天 乡镇总质询议程所质询的议题 多数皆非乡公所全质范围内 不过却与地方建设 民众福祉切身相关 乡公所也质无旁贷 相代会建议乡公所能协助转报 上级相关单位 共同来解决改善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